哈喽,大家好,我是信燕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棵 99.9%的人都知道的植物 但是有90%的人 对它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仙人掌 仙人掌原本的原产地是在北美的西南部 墨西哥,还有南美的西部 跟一些西印度群岛 它们原本生长的环境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一些沙漠或者是半沙漠 一些雨季比较少的地方 它们种类非常的多 大概有2000多种 那我今天特别要介绍一棵就是这棵 这棵它叫做米邦塔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它呢? 因为它是可以食用的 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来料理它好了 简单介绍一下之后 就要开始来厘清大家的一个错误观念 那首先就是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吗? 仙人掌生长在艳阳的环境 对于光辐射当然是有一些抵抗力的 但是对于电脑所发出来的电波辐射呢 其实是不太会有什么效果的 所以想要放办公室的朋友呢 基本上他们是不能够防辐射的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功用 就是防止你心情不好 再来呢第二点是仙人掌很耐旱 是不是都不用浇水 当然不是啊 仙人掌很耐旱没错 但基本上我们都还是要两周 帮他浇一次水 因为我们都很久没有浇水了 所以一次就是浇足够他需要的量 那最好呢还是放在窗边啊 或者是室外比较有光的地方 这样对于他们生长还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还是怕闷热 那如果真的还是很想要放室内的话呢 就记得每天还是要把他拿到户外去 让他晒一点阳光啊或者是透透气 这样会比较好 那第三点呢是仙人掌可以防小人 仙人掌真的可以防小人吗 呃这个说法我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啦 那但是他的花语呢是有坚强的意思 那可能就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你遇到小人的时候呢 要坚强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防小人的话呢 来 这边有防小人消波块 一个一万二 通通帮你把小人挡掉 那我们今天特价一个一百二 以下开放订购 那仙人掌要怎么布置呢 因为仙人掌他其实非常的有个性 所以你只要放在适合他生长的地方的话呢 其实都蛮美的 像现在这样子 有煮在泥盆里面的啊 放在这个藤边的篮子里面的 那你只要了解一下他们不同的种类 像是他们生长的有比较长形的啊 或者是比较球状的 球状的 那像这个有比较扁平一点的 然后还有刺的颜色 刺的颜色也有不一样 有比较黄色系的啊 白色系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红色系的 那你只要能够知道说他们不同的特性的话 然后挑选 然后拿来做一个组盆 这样也是蛮美的 可以有一种微型沙漠的感觉 近期有一件比较令人兴奋的事情 就是墨西哥呢 他有一间公司 叫做Deserto 然后他们用仙人掌制作的皮革 然后去把它制作成包包啊 鞋子啊 一些啊 生活用品 那对于环保意识抬头的现在啊 其实是蛮逆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那你以后穿的皮衣出去啊 朋友问你说 你这是什么皮 你就跟他说 是仙人掌皮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植物有兴趣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日后可以再介绍更多不同的植物 还有有关植物的有趣的事情 给大家知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